其实趁着这个台风夜准备防台的物资 而台北市这一间连锁量饭店 近十个货架空空荡荡被扫货 原来是捕获不及 商品被抢购一空 平常放满鲜奶等乳制品的架上 几乎被缩垮干净 民众看到直呼怎么会这样 原本趁着台风夜打算购买生鲜食品和蔬菜 没想到进了卖场台风天必备的泡面几乎全卖光 风灾过后可能寒涨的青菜也全部都被扫光 觉得蛮夸张的 这样的奇景发生在台北市的一家连锁超市 民众在台风天为了防灾屯粮 采购完全不手软 近十个货架上的商品几乎全被扫光 让晚来一步的民众好懊恼 然后你要买的东西有什么 目前没有看到 都没有了是 晚到民众看到其他货架上的商品也赶紧扫货 货架空空来不及补货 就连连锁超市也说真的很罕见 兄弟新闻 陈嘉明 赖剑志 林薇凡 SNG小组 台北综合报导